面对疫情持续,安省政府考虑给学校的工作人员为有需要学生提供一些健康服务。何嘉碧的报道。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获得安省政府一份内部咨询文件,当中建议学校工作人员为残障学生提供一些健康服务, 例如注射药物、喂食、手动挤压福布以协助排尿等等。 教育厅发言人指出,安省学校医疗保健政策自从1984年以来从未更新,将会与儿童服务、社区机构以及卫生部门合作, 为校内需要康复和健康服务的学生提供支持,为此根据不同需要,向教育工作者提供相关的培训和指导。 不过有工会和教育工作者就表示反对,认为不单加重工作负担,而且并非医疗专业之下,可能造成事故。 教育厅就回应指,过时的学校医疗保健架构对残障学童构成障碍, 省府听取数8个家庭和利益相关者意见,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作出决定。 疫情方面,安省今天新增确诊1547宗,住院人数增加至1699人, 接受深切治疗患者202人,新增死亡16人。